中国大陆埋害严重 从7月1号开始祭出新的环保政策 那么登陆发展的水泥双雄台泥雅泥 受到对岸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小厂 那么再加上春节过后 基础建设以及民间工程都陆续开工了 广东地区的水泥价格也酝酿调涨 营运获利空间渴望持续加大